入谷狮子会长年来都在地方上做了许多公益服务帮助许多民众 为了让服务能够更加广泛 狮子会也展开一连串行程拜访线内阁机关 本日上午在线远友好带领下 狮子会前来南投县议会尽请拜访交流 今天的话是我们的入谷狮子会 还有专后人会长还带领了回屋干部 一起来做一年一度的机关拜访 那过去来讲 其实入谷狮子会在地方上 常常都做许多公益的事情 尤其是像现在后人会长接任会长之后 其实也配合着前政府的会长增揚会长 那其实不管是去年以及今年到现在 它也包括许多的疾难救助 然后包括捐血活动 还有包括地方的一些演习 一直默默的在为我们入谷地区再付出 而由于议长和尚峰另有行程 所以业务由秘书长林隆杰带为接待 入谷市智慧会会长庄后人 也感谢邮议员及林秘书长的用心 并希望透过与议会的合力下 能为地方来做更多的服务 今天是我们入谷市智慧会 一年一度来拜访我们的地方首长 非常感谢我们尤浩议员 然后还有我们那个议会的秘书长 他这么热心的帮我们接待 然后大家彼此双方做一个互相的交流 希望能够对于我们在地方上的一些服务 能够做得更好 先月尤浩也相当肯定入谷市智慧 为地方服务的用心 期待日后市智慧能够持续发扬会址 为社会来做更多的服务 希望说借由串联机关 维持一个好的互动 未来可以让市智慧 还在地方上面 许多民众需要的事情 都能够可以有更好的一个联系 跟更好的一个协助 那今天我们也特别感谢 还有我们的议会 林隆杰秘书长 他也特别安排了接待 和大家也一起讨论 还平常在入谷 在市智慧协助的一些事项 那也希望未来 跟机关的一个结合 一个那么好的互动 将来我们的入谷市智慧 在我们的会长领导之下 可以继续为地方 还热心的公益 还持续为市智慧的精神 还一样发光发热 议长和尚凤向当场 最欢迎入谷市智慧 贵宾们能够立临县议会 进行交流 也希望透过本会 与市智慧的紧密交流互动 日后能为地方来做更多服务 造福民众 记者卢依凯 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